如果男生是射手 女生是巨蟹座 比如說像金淳姐本身是巨蟹座 或觀眾朋友 剛開始 對 剛開始巨蟹座 因為這個射手 也對每個人都太好了吧 太過分了 射手也覺得巨蟹座 你在放不開什麼 出去玩你在那邊撐什麼 但是久了以後呢 巨蟹座發現射手座的Man 就是他要的 射手座又發現 巨蟹座的體貼 溫柔 那種飄出來的菜香也是他要的 你說這個要到幾歲以後 他們如果 大概要二 三十以後 三十以後才會 三十以後才會 才會穩定下來 我就是二十幾 你陪我 那時候陪我愁苦的那段時間 那我二十出頭 那個組合就是 我遇到一個射手 很爛的射手座 對 但是就是濃烈的 所以剛開始他們是互看不順眼 但是最後他會發現說 家裡的賢妻良母就是找續切座 外面擋風罪男人就找射手 另外如果你的組合是 男生是處女座的 然後女生是雙子座的 這個是一開始會鬥嘴的 這處女座的男生倒楣了吧 對 處女座準備了兩百筆資料 結果雙子座三筆資料就把它打敗了 對 然後雙子座隨便講講的 處女座又是以為真 所以剛開始是互相討厭 但這兩個其實都是水星守護 他們都主張智慧 所以久而久之 如果有共通話題 譬如說政治黨派是一樣的 或是共通性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部電影可以聊的 三天三夜聊不完的 如果真要聊起來的話 或是兩個人共同討厭一個人 那話就很難聽了 或是這兩個人 共同喜歡研究一個古董 那也是三天三夜都研究不完 所以久而久之就會變成 這兩個其實是很會聊天 而且都不會覺得煩 這個也是很好的 那剛開始打是年輕的時候 要到幾歲以後才開始 這個大概四五十以後 才會慢慢越來越好了 是 沒有關係的 那好 那映彩玲 映姐是雙子 然後徐明大哥射手 其實雙子射手 本來對公信用 就是很容易一觸即發 那他們兩個都是太小孩子 所以缺點就是兩個都太孩子氣 但優點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長大的話 另外一個又願意被照顧 這個組合就會很好 妳長大了 所以現在會有衝突 對 什麼意思 妳覺得妳長大了 但她還是小孩 不是啊 那她一直都覺得 她自己是個大人 她要照顧我 可是現在我覺得 我長大了 我不要她照顧了 這個就會有 因為雙子座大概七歲 就是學齡兒童 然後那個射手大概兩歲 對 其實射手 可是重點是 她覺得她是個大人 她懂得很多 有沒有看到螢幕上 都是她給你秀秀 她給你依靠 我的天 OK 她沒有我的話 她就完蛋了 真的 真的嗎 怎麼樣 她如果回家沒有看到老婆 她是慌的 但她不會承認 這個 這是要我們旁觀整才看得出來 所以妳會有時候故意整她 就是說 離開家一下晚一點回去 然後嚇她這樣 我不用整她 我根本就是不理她 就是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現在 她是現在長大了 妳就也隱形人計畫就對了 也不是 就是尊重還是要有 我今天去幹嘛幹嘛 然後我今天去拍戲了 那妳 今天不回來 沒有不回來 今天晚上要回來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就不用告知了 態度不同了 有趣 有趣 你看夫妻到老都還在 越動越有趣 其實滿有趣的 真的 那妳們兩位老朋友 來 星盤請放下 好了 現在不用秀了 好 萊姨姐說妳看到的艾珍姐 是個完全沒有物欲的人 她完全沒有 說艾珍姐以前還開一台快要解體的車 是什麼 不是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開那部車 她認識我那時候 而且車上好亂 那不就二十年了那台車 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妳們有合作一起拍過戲嗎 沒有 沒有耶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認識的時候 她已經都吸引 而且已經生老二了 我們住深坑 我們是住在深坑 是鄰居這樣的認識 所以妳們不是演藝圈的朋友 妳們是社區媽媽的好朋友 不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住到深坑的演藝人員實在不多 第一個就是鄰居群 她就一直跟他們講 深坑多好 多好 多好 我們就去了 他們就搬去了 然後就來跟我講 深坑多好 多好 我們也搬去了 到那邊呢 就是真的 還滿好的 是 我跟你講 然後就說買一塊奶油 都買不到 她沒有那個便利超商 只有雜貨店 然後呢 她只有那個賣什麼 炒豆腐 五粿 好吃的粿 要不然就是那個 賣麵包的有沒有 下午的時候 下午就麵包車就 巴拉拉來了 然後賣蔬菜的怎麼辦呢 蔬菜不喊 蔬菜就是一聽就那個 老闆就把鞭炮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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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好好吃喔 就是 我說為什麼不這樣放鞭炮 那個歐巴桑說 這白菜來了 然後就是 因為我鞭炮想那個 村莊大家都隔很遠嘛 然後就聽到啪啪啪啪啪啪 那就拎個菜單就下來買菜了 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然後你沒地方逛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呢 晚上怎麼辦呢 夜生活怎麼辦就要聽廣播 各位鄉親 今天我們到這個夜市場 在那個什麼橋的旁邊 我歡迎 深美橋邊 我這也搭好了 我搭在這個週刻夜市 妳們講的 這是多少年前的事 我告訴妳20多年前的深坑 那時候深坑房間一坪多少錢 很便宜 大概非常便宜 一棟兩層樓的透天廚 才兩百萬左右 那現在呢 七八百萬 一千多萬左右 現在現在是大二部堵車 以前我搬去的時候 是張小燕說 原來台灣有個地方叫深坑 這什麼東西 一個深一個坑 所以在那種環境之下 我們就只有這些 李立群是一定到晚出去拍戲 我們就會在一起玩 就會說把孩子約來一起 大家開個派對什麼的 我們只能夠說 好險我們不認識李立群大哥 沒有他那麼熟 完全被他管去深采 他就搬走了 對 他搬走了 我們還輪先在那邊 我們還輪先在那邊 他們過的是完全不是說 印象當中傳統演藝圈的人 好像每天晚上都很迷爛 很好笑 然後就小孩都是念同一個 不一樣的幼稚園 同樣的小學 我們以前好像根本就是春婦 春婦最的對不對 很像 那時候 別說以前 現在都像 是個好 是貴婦 不是 蔡真姐 那妳就有趣了 聽說妳那時候 妳偶爾也在拍戲 然後在 就是說節省了妳 我喜歡拍戲 妳每天跟顧寶明 八哥哥 跟陸易龍 對啊 妳看 那個時候妳還常常來上我們的節目 那個 那是哪一個節目 那什麼呢 經銷經銷啦 我可沒上過經銷經銷 什麼 中一百啊 有 一百 是不是 所以妳們每天在一起 妳為什麼每天跟他們一個人 要五塊錢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家住在 妳那時候就已經幫我寶寶 寶寶在募款了嗎 不是 那時候因為我們家住在華視 華視對面 華視對面 然後就走過去 我只要帶鑰匙去就好了 去露營嘛 那可是就是 我就會跟顧寶明 妳有沒有五塊錢 顧寶明這個人就是說 五塊 妳拿十塊就好了 我說不要 只要五塊 那八哥呢就說有沒有五塊 八哥這個人很實在 妳要五塊 她全部給妳六塊 她就這樣 她到現在還是這樣 好 她一定給五塊 那陸易龍的話呢就說五塊 她看來 五十塊 不要 陸易龍永遠是這樣 五十塊拿去 我說不要 我只要五塊 好 就這樣子 大概一年多快兩年了 有一次顧寶明跟八哥 就跟在我的後面 說她為什麼小愛 每次只要五塊錢 她為什麼都是這樣子 不過多的還不要 妳記不記得華視 賀杜琳 那個華視我們不是第一攝影棚 出來右轉 有個賣咖啡的機器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就在那邊投幣 只要十五塊 十五塊 咖啡 對 那就是十五塊 後面就聽到 好一個小愛 我們養妳養了一年多了 只要十五塊我就要了一年多 快兩年 終於被他們抓到 以後就要不到我塊錢 你已經喝很久了 那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要跟他們要五塊 就要十五塊去喝咖啡 急省 不是 因為忘記帶錢 可是妳忘記時間太長了 所以你如果一次要十塊 她下次就不給了 所以你一次要十五塊 她也不給妳了 所以乾脆就分散 這三個 這只是這一招挺好用的 對啊 她永遠不會問妳 要五塊的 所以愛蓁姐 妳跟他們合作這麼多年 妳說說 鹿伊龍大哥跟 莎莉葉談戀愛的時候 那段妳在嗎 我們在 我們在那時候在那個 莎莉葉是葉倩吻 葉倩吻 葉倩吻 很好玩 她那時候在錄那個 綜藝100的時候 那只要是 那時候有馬仕利有沒有 美女 馬仕利 她只要一換衣服 我們有那個小 一棟裡面有個小化妝間 她只要一進去要換 因為衣服錄一龍 就一個箭步就擠進去 來 換啊 就這樣叮了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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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著莎莉葉 對 沒有 叮著 馬仕利 只要是美女 只要美女換衣服 她就進去就叮著 來 妳換了 妳換了 然後他們就會喊 笑啊 愛 然後我就會進去 葉倩吻來了 我就嚇得拔腿就跑 是啊 她很怕她啊 她那個時候就是 在追小妹妹 就跟徐明以前追妳一樣 年紀差很多 那個是她的粉絲 葉倩吻是她的粉絲 葉倩吻是露一龍粉絲 露一龍大哥年紀很帥的 其實是滿帥的 露一龍真的大帥哥嘛 又花又帥 又會講話 又愛亂講 然後愛亂講 對 愛亂講 她一直讓她嘴巴 就愛亂講 她全本的那個葉倩吻 只要是露一龍的簡報 雜誌 她全部幫她剪下來 貼起來一本一本的耶 這是葉倩吻剪部報名的 剪露一龍的 剪露一龍的簡報 有這麼愛啊 這麼愛 可是後來她去拍電影就完了 就發現原來人快有人 原來世界上 還有這麼多的好男人 對 帥哥 意外話 生命都有好多的轉折 都有好多的節目 等著我們去面對跟挑戰 對不對 那愛蓁姐後來 這個您的先生 就是歐陽大哥 畢業了 畢業了 對 生老病 畢業 生老病 畢業了 他這畢業就畢業 結果給您留下了 四百多萬的債務